然後這個地方我就會先 好先選一個 剛剛做好記號的位置 然後外面 我們再搖 連那個鑽 開太快了 連鑽夾 鑽頭 夾頭這邊都弄掉 現在剛好就強調一次 這些寬木是非常好加工的軟木 所以 你才有辦法看到我這樣子 車齁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的那個半弦弧的話 我就會在這邊踩 這邊在這邊踩 然後半煙弧的話 我就會把 半斜刀躺平 然後去修 修右半邊我就躺平 修右半邊的弧度 好這樣煙弧 煙弧型就出來了 好這個半斜刀很好用 這樣就ok了 然後這邊煙弧刀的部分 昨天已經示範過 等一下就自己做就好 我就不在這邊踩會時間 好那接下來我是不是剩下三個 三個葫蘆要做 所以我現在接下來就是把 葫蘆的尺寸 好那稍微分配一下空間 好那稍微分配一下空間 那單斜刀 我們剛剛講 左側鹽弧的話 我就會把單斜刀立起來 然後去 右半邊的鹽弧狀 要按些空間 放棄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好朋友叫沙子 你不要想要說我要做到很圓 沙子比你用車刀好修多了 車刀一失手就沒救了 整個就縮小再縮小 所以 特別注意 有時候你不要為了一個角度 其實修到左邊形就夠了 不要太結實 撥魯通常會有大有小的 所以後面 越後面就越小